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大家普遍关注并期待的。 中方的态度,一以贯之,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希望美方遵守承诺, 共同助劳中美关系五个共同的重要资助, 把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和愿景挪到实处。 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对此不持立场, 不论谁当选,我们都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坦率地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印象中, 经常看到一些美国议员抛出反华议案, 采取针对中国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反华言行, 甚至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些做法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的震荡权益,干扰两国正常的交往合作。 对此,中国全国人大以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 明确表达了中方坚决反对的立场和态度。 过去几年来,虽然遭遇了多重困难, 但中美立法机构仍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接触。 去年,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参议员, 率两党议员代表团访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今年是两国建交45周年, 双方立法机构还是要多来往、多对话、多交流, 增进批持了解, 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